美食棒马仔煎要带大家 到台东北南的半山腰 这里有一间是用茅草和竹子 搭建起来的原住民餐厅 香喷喷的铜仔鸡 外皮薄脆鲜嫩又多汁 令人回味无穷 猪肉在石板上滋滋作响 让人肚子也跟着咕噜咕噜叫啦 外皮微微酥脆 肉质Q嫩 咸香的滋味啊 让人好难忘 好吃 很好吃 感觉很美味 这道好吃的石板烤肉 来自这一家 火腹顺名的原民餐厅 用竹子茅草搭建而成的空间 自然淳朴 原始建材加上天然美景 就够让人陶醉了 不过令人难忘的 却是香喷喷的铜仔鸡 瞧瞧这金黄酥脆的薄皮嫩鸡 光胸看打就让人流口水 不断窜出的鸡汁真的好诱人 选用三斤左右 当天现载台东防土鸡 只要抹上盐巴替它按摩按摩 然后在小锅里倒入米酒和蒜头 就能直接放进锅子当中 以炭火温和地慢慢焖上50分钟 就能呈现出鸡肉的鲜甜 这鸡肉很好吃 这鸡肉都很好吃 鸡肉有一个味道 有一个味道就很好吃 好不好玩 好不好玩 餐厅傍晚开始营业 而且是越晚越热闹 台东市区的夜景尽收眼底 山林间的崇明成了最好的背景音乐 和亲朋好友相约喝点小米酒 亲身体验圆明风情 这一趟台东行可以说是不需此行 想要知道台东还有哪些好吃又好玩的地方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